雖然之前財爺有說過 預儲告過未必會有大規模牌錢 但也沒有想過它的熟稅程度是這麼誇張 也可以說是比第一輪抗疫基金離得更少 而且有很多之前第一輪第二輪抗疫基金出現的問題 例如有些牌照他們的持牌人並不是有營業經營者 他們拿不到那個津貼 例如有很多非併裝飲品去核證 或者糧茶寶落去核證那些 他們其實是由第一輪抗疫基金開始 就已經沒有得到任何的資助的時候 其實去到今時今日 到政府推出第三輪抗疫基金的時候 仍然都是得不到任何資助 政府經常都會說 我們都有推出那個補助業計劃 你可以申請 但是我希望政府明白的是 其實補助業計劃有很多個個案 都是被彈回頭 現在還在上訴 其實很多業界還沒有申請到不錢 甚至乎其實我們飲食界很多時候 尤其是小舖 都是老闆他自己人做 其實老闆他申請不到補助業而已 最多是拿到一次性資助7500元 在這裏面對著市場那麽惡劣 可以說是戰後最惡劣的環境 對我們飲食界來說 很多店鋪都面對一個很嚴重的危機 特別是有些食物製造廠牌 那些人說你平時都是做外賣的 我可以在這裏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食物製造廠牌是有什麽類型的店鋪 聽個名字你會以為他只是一些後勤工場 他才拿食物製造廠牌 其實不是的 香港很多大部份的小飾店 或者一些茶飲部 都是拿這個食物製造廠牌的 在一個接近佳業的情況下的香港 基本上人流 你看到晚上是不像這裏面 而且也有很多食肆 因為他轉型 他轉型做外賣 導致外賣更多 其實很多食物製造廠牌 在一個小飾店上發行 他們的生意是跌超過六至七成 在這種情況下 無論是上一輪 第二輪製造廠牌 到今天上一輪也好 他們都是得不到政府的資助 我們是對此來深表感受的 我們現在首先有請一些食物製造廠牌的公主 首先有請一家腸粉店的公主 他會說一說現在他們面對著甚麼問題 大家好 我是佐敦龍姐石膜腸粉的公主 我叫CK 就回這次第三名抗疫基金的問題 其實我很想說一件事就是 本身禁堂食 其實跟全民檢測一樣都是廢的 因為基本上原來都沒有打好 跟大家說一件事 其實飲食戒跟金字塔一樣 一層一層的 你一句說禁堂食 就等於叫堂食的老闆 立即要禁止全部的外賣 本身四五十元的外賣 都要變成二三十元去吸引客人吃東西 變相就是 為甚麼呢 就會變成上面那層會打壓下來 我們小食的層面那裏 突然間我們會面對了很多外賣的競爭壓力 變相就是我們都要做減價 來讓客人可以去光復我們 基本上都是等於補了租金而已 其實我們第三輪抗疫基金 一出那一下我們是完全一看到沒有食品製造廠牌 就其實覺得已經很豪熱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見到一件事就是 政府竟然是它自己合下的小食攤 都可以有資助的時候 但是食品製造廠牌 竟然是第二第三輪抗疫基金 都是敵字不提的 這個時間會不會告訴我們 食品製造廠牌那些不是人來的 他們撿的就撿 走的就走 其實我想問那班官員 其實他們有沒有到街上看過 其實他們把白雅通丟了沒有 可不可以到街上看 現在街上有多少間店舖 寫著招頂 有多少間店舖已經撿了粒 黏滿地產的電話 其實如果你們現在還在說言之上組的話 是不是要等到全香港的店舖全部撿完 那時候才叫做緊急呢 這件事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其實表面是免得別人給的 假的是自己丟的 如果你做得好 如果你做得好 我今天也不會在這裏提點一下你 是不是 如果是未來 希望 班官員可以全面想一下 怎樣去 管轄自己該區的問題 就不會經常浪費15分鐘去說 去多謝他自己很想多謝的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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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才到的 代表旺角穿穿金 我們作為一間較為新的小食店 其實我們是6月、7月開的 首先就是食物工場那個牌 我們已經是不會拿到那個資助 其次就是那個Cut-off time的問題 我們看看之前兩段的資助 其實那個Cut-off time都相對遠一些 但是其實像我們7月開的這樣 租金、人工 其實我們和大家其他小店都是一樣 我們一樣要交租 一樣要出人工 我們受不住壓力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樣要吸人 一樣要打 那其實是不是可以在那個Cut-off time 那裏再相隔一下呢 還有 講緊可能這麼堂食 好像大家覺得對我們影響不大 但是剛才搶劫那邊躲了 當他們沒有堂食的時候 他們就會便宜價做外賣 然後我們都要再按下自己的價 去做外賣 再等人流再少一些 其實那條街真是沒有人走的 那其實大家生意怎麼做下去呢 如果你說大家都沒有資助的 那沒有辦法自己 但是當有一些人有資助 有一些人沒有資助的時候 其實它是不是真的計漏了數呢 那我先回答一下 那其實現在剛剛都快要接近夏天的尾聲 過去足足整個暑假呢 我們都面對著這個限聚令 禁堂食令的影響 那其實香港有很多的茶飲店 夏天是一個黃金檔期來的 而在這次的疫情底下 那他們受的影響是極之大 可以說超過七至八成的損失 所以我們一會兒 我們現在麻煩 一位茶飲店的東主 他會說一說 其實他們拿著食物製造廠牌的時候 其實他們現在面對一些困境 所以我們在這裏面 大家好 那希望政府都不要圍防我們 我們雖然拿那個牌照是食物製造廠牌 但是我覺得我們是值得被資助 值得被 不應該被圍防的 然後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我們現行的食肆 有很多牌照寫著是許可證的 例如一些非瓶裝飲品 或者一些糧茶袍 這些店鋪其實在三輪抗疫基金上面 是隻字問題 甚至乎是沒有人去關注過他們 或者我們的業界代表都沒有關注過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並不是這個選民 那所以我們 但是其實他們面對的經營情況 其實跟我們所有的食肆都是一樣 非常之困難 我們現在呢 希望請鄧小姐去講一講 他們非瓶裝飲品許可證 到底他們這半年來是怎樣捱過的 你好 那我來自先生的飲品念的老闆 那其實三輪的抗疫基金 我們都是沒有被保留實惠的 香港除了大的四個飲食牌照之外 其實還有三十八個許可證 而這三十八個許可證 是有七千五百個商戶去擁有 那其實一輪兩輪三輪的抗疫基金 都沒有我們分的時候 究竟是 例如這些新鮮的糧食店 飲品店 或者街坊的糧茶店 其實不是不值得存在嗎 是政府想握殺我們存在的價值 還是覺得可以有心地令到我們不學到中貼 要我們自己倒閉呢 其實很坦白說 歷史了這麼久的武漢肺炎 有多少間倒閉了 我們真是很難計算到 而我們每一個月都在說自己銀錢出來 去把我們虧的繼續做 繼續做 做到我們硬著的一日 因為就好像剛剛茶飲店的老闆所說 茶飲店在香港大大小小也有非常多 除了有食物製造廠牌的 也有非常裝飲品 也有各式各樣的奶類製品等等 這些牌照其實都是政府頒布出來的 其實你們去頒布這些牌照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你去派抗疫基金的時候 可以根據你給大家的那些牌照去賠償呢 這樣其實大家不是去嚴苛針對你要你付錢 是你本身要我們去申請的時候 你給這個牌照給我們 令到我們拿不到 就住政府在第三輪抗疫基金裡 其實我們發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我們在第一輪的時候已經提出過 但是很遺憾的是政府 竟然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 但是它完全沒有去改過 去保留實惠 就是例如一些持牌人和餐廳的營運者 不是同一個人的時候 很多時候持牌人拿了那塊錢 就沒有發文去給那間餐廳 令到那間餐廳經營很困難 我們就住這個情況 我們會找到一間泰國餐廳的負責人 黃小姐 她會講一講其實他們現在面對的事情 各位傳媒你們好 我是代表其中一間泰國的食肆 因為其實我相信有關新一輪的抗疫基金 大學都繼續有很多的部主 其實食牌持有人的牌照 依舊都是由業主持有的 這個問題裏面都是同行裏面的通病 我知道經營者依舊都是有給這個牌照費用 由這個業主代為繼續去發這個牌照 食物牌照 其實經過上一輪的第一期抗疫基金 政府是否沒有吸納到之前大家的建議呢 受惠的不是那個經營者 業主因為持牌人的身份 形成了這個業主相贏的局面 他的租金又是他代禍 之後那個抗疫基金又是他代禍 其實第一輪的抗疫基金裏面 已經出現同一個情況了 業界當時也有反映過的 政府不是不知道 我想問一下政府是否有選擇性失聰呢 其實現在政府這個行動就好像助袖為弱 想加快小本經營的商家加快滅亡 是否只可以融立一些大財團壟亂經營呢 其實解脫這個問題很簡單 經營者其實只需要提供到 BL和MPF的供款證明 其實不需要一定食牌持有人的牌照 才可以申請這個抗疫基金 想問是因為財赤的問題 還是想減少抗疫資金的開支 又或者是不想再想了 才原用回舊的方案呢 是 那我就著這個第三輪抗疫基金 現在做少少總結 之後譚文豪議員就會再講多少少 然後就有販民時間 就著第三輪抗疫基金 因為它現在提出來 還要大家上立法會去批 但其實在第二輪抗疫基金的時候 政府是申請了一個80億的後備基金 來應付有甚麼特發事件的時候 它可以先用 其實我們之前也早已講過 政府是否應該首先動用這80億基金 去給了我們業界 或者原用好像第一輪抗疫基金的方案呢 其實總用的錢只是31億 但很可惜政府的80億 撥了出來 第三輪疫情兩個月 一毫子都沒有用過 那到底我們業 而這個第三輪疫情 就是因為政府的把關不力 檢疫做得不好 但是往往就要我們飲食界埋單 去到現在千辛萬苦等到它公佈第三輪抗疫基金 偏偏有接近8000間的食肆 就是這些食物製造廠牌照 是一毫子都拿不到 試問我們業界如何捱下去 我想問我們的業界代表行會成員張宇仁先生 到底他有沒有向政府反映到真正業界的意見 另外就是接下來 這個星期五 唐食令也會延長到12點 酒吧也會開放 但是我想重新多一次 其實這個限出令 是對我們業界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希望接下來疫情已經緩和的時候 政府取消這個限時 也都令到酒吧可以盡快 回復正常的營運 我補充幾點 第一件事就是 你們可能會覺得食物製造廠牌照 是不是在說一些很大的製造工廠呢 其實就不是的 當然那些都有 但是幾個層次 第一就是 你一個這麼大的工廠 其實在供應中的 都是一些食肆 其實食肆本身門口生意 沒有生意的話 其實那個工廠 其實都是等於沒有生意 所以如果你只是幫一間店 不幫一間工廠 其實是有問題的 這是第一 第二呢 也都因為香港 大家都不要覺得奇怪 就是它那些牌照的繁複 種類 申請的門檻等等 是令到很多人就變了 是申請 剛才所說的食物製造廠牌照 但是其實是一間小食店 只是簡單 即是你地下 其實你在地鋪 是一間小食店 那你這些時候 其實在早一輪 的工廠基金 其實是有提供到一個資助 那些政府是知道這件事 如果不是之前就不會 是包了他們支持的工廠基金 那麼那個邏輯是什麼 為什麼之前是有 你認為它都是飲食業界的一員 但是突然間變了第三輪 就變了沒有呢 只有四種牌照 而沒有了這個食物製造廠牌照呢 這個政府其實是沒有出來解釋過的 我也希望那麼多的記者 都可以追問政府的時候 要去解釋 為什麼這個食物製造廠牌照 就是沒有了 另外呢 一些許可證 剛才都說了 剛才發言的朋友 你亦都是食環處給出來 容許他售賣一些食落土的東西 簡單一點 那無論是糧茶袍也好 或者那個東西 他們要拿那個東西 就是那個許可證 妥道理 那為什麼 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排你法的 你說你沒有法排東西 你任由你做的 那你就說你自生自滅都中了一通 我又要依照你的要求 亦都要依照你之前所說的那些食肆 我無論說禁堂食也好 或者限聚令 他們都要跟的 但是 你第三類概基金 就不關他們的事 就沒有他們份 普通食肆 剛才都說到 就是說 其實所謂的業主 有些情況就是 上一手頂手給你的時候 上一手業主 或者是那個時候 就是持有主牌 其實因為之前沒有想到 會出現這個疫情 很多人都覺得 沒有所謂 那你持牌就你持牌 但是出現現在的情況就是 原來持牌是有錢收的 很多人就沒有給回 現在真正的營運者 第一 你都可能說 那這些是你自己站進來的 你自己買下的生意 你應該轉牌才對 OK 好 但是更多的見到的問題是 就是商場 商場的food court 往往很多時 其實是個業主 即是大業主 商場業主 來拿著這些飲食牌照 它是將它裏面的food court 是好像劏房那樣 劏給不同的集團也好 公司也好 去營運每一個counter 所以那個counter 自己是沒有拿著一個牌照 因為牌照是屬於整個food court 即是等於大業主 那這也是同一個問題 它一個牌 首先它拿到回來的資助 如果以資助 那它都是拿一條數而已 和你開另一間的店 都一樣 但是在本現實 其實它在講那裡 是可能有二十檔 三十檔的人 是在這裡做生意 但是它的賠償只是一份 一份錢 那更加多的就是商場 基本上就不會分給他們 自己代了 所以那些人 亦都是沒有受惠於 第一輪第二輪的確認金 而這個問題 我們上次 林瑞華和我都已經是講過 在上一輪第二輪的基金 已經是提出過 亦都曾經開過記者之代會 都是講同一個問題 但是政府完全都是沒有理 沒有理那些問題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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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應該政府要加碼的 應該要加碼的 其實你現在最重要是怎樣 是怎樣保住一些生意 怎樣保住一些業界 要不然個個都已經是失業的時候 個個已經是沒有工作的時候 那你怎樣做呢 所以其實二百多億 其實在政府過去 即是洗大了 很明顯 以前很威風的 林鄭經常說 錢解決的問題 就不是問題 他很有型的 那時常常都這樣說 喂 現在錢解決得到 這問題 為甚麼你不再解決 就是因為在過去 用錢太多 花在很多大伯爭工程 拼了不少錢 到真的現在這個浪 蓋起來的時候 第一波 第一輪開基金 叫做有一些受惠 第二輪 大額來做 然後現在 財政司司長出來說 今年是財赤三千億 我們的庫房 是會跌到 只有八千億 在這樣的時候 他現在就縮起了 是吧 但是他還打算搞明日大嶼 賭錢落海 那裏 一萬億 那裏 未來這幾年 香港的稅收都會少了 財赤會繼續出現 這一個還要不知道 會不會有第四波疫情 第五波疫情的時候 那未來兩三年 你又收少了錢 你支出又大了 又繼續財赤了 你那八千億 已經肯定是會再跌的了 那時候 你就不要搞明日大嶼 賭錢落海 你就不要搞其他那些 大型基建 討好大陸那些基建 不要再搞那些東西 是吧 鎖這下我命 想回到Jer 那公民黨派 這個禮拜 特別採摩槍席 會不會就着 一個國六基金 扣犯上去 這一個我們是 黨團未有事的 來討論 因為很多的資料 都是在前晚 前晚才公佈 所有的細節 還有就着這些國六基金 很多時候政府 上一次都是 去到最後 他都沒有程度 交了馬 那這一個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做這件事 所以現在這一刻 我回答不了 公民黨到底到歧視 投票水平 我們黨團團要上去 上去 想問一下那些東主 如果你們納入了政府的資助 是不是 現時第三輪的金額 你們覺得可以接受 是5萬至25萬 你們是怎樣看現在這個數目呢 還有我想問一下 Geremy或者Golden 所以你們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 之前 因為 關於 問題 因為 餐廳的餐廳 不可能是 其實是 不忘了 簡直是 比第一輪 抗疫基金的時候 我金額更加少 第一輪都說 抱歉 夠不夠用英文 可以嗎 我感到很驚訝 因為 第一輪 是 比第一輪 因為今天 未吃車的負責人 沒來 但其實我自己也是 一間美食車聯盟的主席 我想說一下 其實 美食車同樣都是拿著 食物製造廠牌照的 過去 疫情 美食車是被迫停業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政府場地 如文化中心 又或者一些主題樂園 海洋公園 迪士尼 其實這些場地全部都在疫情期間 是全部關閉的 我們是 美食車是被迫停業 它是連生意都沒得做 但是 它除了第一輪的八萬元之外 基本上是 完全沒有得到任何資助 我想問政府 一個問題 是不是它已經完全放棄了這個計劃 明年二月 開始 美食車的那個 又兩年到期了 是不是它打算 就已經要結束這個計劃 這個是我在這裏代表 業界要問政府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好 謝謝各位